经济部96年节约能源机优优等奖 利用废水产生的沼气洗涤纯化收集后 使用沼气发电及发电节省电力 增设第二套除冰系统 利用离风时段制冰提供全场空调使用 发展替代能源例如风力发电供电系统 或是设在苗普的太阳能板发电系统 宿舍区则发给学生空调节能IC卡控制用电避免浪费 动态监控工厂能源耗用量直接在线上监测控制 更改对流区颅管换热方式大幅降低蒸汽用量 自行建立膨胀机精密配管的维护技术 降低蒸汽能耗 采自然光和自然通风 办公区域设在靠窗处 白天铺开空调 实施分区照明 减少开灯数量 自动化分检设备奏夜 主要工作时段在夜间进行 有机排气系统采用RTO炉设计 利用蓄热材回收热能 节省LNG燃料使用量 利用讯号传递影像和监测设备数据 统一集中到监控站 有效控制能耗 提高天然气供气压力 节省压缩机电力消耗 直接采用中油的加压天然气 减低加压所需的电力 空气静气滤网三层改进两层 提高过滤效能 将清洗机的废热水回收 与常温的水热交换后 作为喷洗清洁载板的用途 CDA系统出口压力调降 露点温度调升 减少主机与干燥机运转之电脑 排气先经节热气后 再经空气预热气使锅炉挤水 温度提高降低燃油消耗量 冷却水瓣和冷却塔封车加装变频控制 依据冷却水压设定 调整冷却水瓣输出和风扇速率 节省电力 监控系统连线可遥控开关 随时掌控耗能情形 录制节能广播 映制海报宣传节能 控制冰水主机并联的台数 加装变频器调降运转频率 节省电力输出 采用除冰空调系统搭配中央监控系统 营运使用 电力设备功率因素改善 提高功率因素到98% 照明灯区改善 逃生标示灯更改为LED灯 节能的好处是直接可以回馈到自己身上的 除了节省我们的成本以外 我们还可以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可能在这个环境保护上 我们也能够共心一点信任 有哪些部分是 可能是被浪费掉不必要的能源 那么我们把这个不必要的点点滴滴 这样把它累积起来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节约能源对我们邮件处理成本 会降低很多 如果这个大楼也会要用100年的话 我们这个能源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意义 那这个东西不是靠一个人 或是两个人 或是只有总经理的idea 一定靠大家来做 节约能源的部分大小 资株必较 节约能源就可以减少温室气力的排放 对这个防保是非常非常大的注意 很容易在节能方面 整个几十万甚至百万的电能方面 真的是非常容易达到